邁入第20個年頭的環花東國際自行車大賽系列 28號開始一年兩天 要在花蓮和台東登場 今年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不過還是吸引了由2000名國內外的車友 好手一起共襄盛舉 環花東國際自行車大賽 今年邁入第20年 雖然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但比賽還是有超過2000位國內外車手報名參加 一同享受在花東三海之間騎行對抗的特別經驗 那這個20年 希望是另外一個開始 那就說不同的世代 然後不同的騎法 車子也不一樣了 那希望我們還有下一個10年20年 希望這個環花東這條路 就是永遠在台灣人的自行車的同好心中 在台灣的觀光旅遊 在台灣的運動健身的這個領域中 有一個這個永遠的一個機會 我想這真的真的不容易 從一個孩子觀光墜地到20年成年 這個應該算一個成年禮 其實在我們自行車的這個運動賽事裡面 其實道路的平整度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專業輪子都是很小 所以道路的品質更重要 所以在這幾年我們對於 無論是台9台11或者是193 或者是我們失去道路我們都非常非常重視 那我們這次巴尼斯公主也特別搭配 黃花東的賽事來做一些試劑 那我們希望有類似選手之夜 啤酒之夜 讓每一個選手都能夠冰至如歸 黃花東大賽比賽路線就是 連接花東兩地的主要幹道 第一天從花蓮出發走台11線沿途 欣賞東海岸美景 第二天在從台東折返花蓮走台9線行進花東縱谷 兩天總長約308公里 也正是因為賽事的獨特魅力 有一家人來比賽一比就是20年 我們就參加20年 就是從沒有到現在 因為本身就是家裡就是車店 所以有活動就是支持 阿B要不要騎腳踏車 要不要 好 黃花東國際自行車大賽 原本是訂在4月份就要舉行 但是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延後了7個月 在本週6 28號終於要隆重登場 主辦單位認為 雖然是因為不可控制因素改變了比賽日期 但今年參賽的車手 肯定會因此體驗到 跟過去截然不同的感受 記者 徐立晴 畫電視報導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